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你不知道它将要什么时候结束 如果只是一阵龙卷风就过了 在这个传量理论之下 美国欧巴马这样的搞法将来等一下QB3下来 全世界的民生物资又要怎么的涨起来 失业率全世界会怎么拖垮 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现在大家的焦虑已经不是股票的问题 没做股票的人也焦虑 是这个东西要拖很长 我们现在要看你政治领袖的话 你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可能要来临的时候 你可以为这块土地贡献什么 对的 不是告诉我们现在政府很烂 那就告诉我们说 你现在什么在地经济都 没有人会去听什么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个就是你怎么应用 或是我知道你不能应用 但是你至少跟我们站在一起 所以蔡英文现在最大的错误就是 他连跟人民站在一起 这样的态度都没做 所以这个时候 我是不解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态度 因为这个态度在选举上面 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 我说当年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说921的时候 最早跟人民站在一起 不开骂的 是陈水扁 宋楚瑜反而先开骂 所以那段时间 省府团队反而引起的抵触很大 但是后来宋楚瑜还是拉上去 但是不开骂 其实在全世界都一样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说今天是本土性的金融风暴 是本土的什么 哪个什么石化场 什么搞的乱七八糟 这个时候马英九绝对受伤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碰到马英九 又浑浑顿顿的 过来几天才说 我已经才 我不是已经来了吗 那也会受伤 甚至目前为止 马英九没犯错的时候 船难女认在 大家看到船长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在旁边 如果他以为更聪明的话 他就是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立法院的立院党 或者是告诉我们说 以前在八年的局证的时候 民进党遇到的这种时候 他们怎么处理的 那这个经验 其实可以告诉国民党 对不对 但是也没有 我后来也找了一下 其实在民党执政的时候 在2004年的三月份 因为319的枪击案发生 然后阿扁连任了 那时候 322的时候 股价暴跌 455点 是历年来第二大跌幅 结果那天呢 这个出来了 谁开记者会 林全 财政部长 他说 投资人有很多对他期待 可是林全就是信心喊话 没有发表任何具体的激励措施 令投资人非常的失望 这是民党执政吧 这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你现在不是讲吗 政府不要只会信心喊话 你们的最 你们大家最信赖的林全财政部长 就是在那边信心喊话吗 我可以补充一下 我来补充一下 我不只是信心喊话 今天有一些财政的 财政的朋友在跟我谈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为什么跟雷曼兄弟 跟金融海峡不一样 因为美国的灾性被调 调整平等是一件事情 可是全世界 有没有任何一个 地方的货币能够取代美元 不行 OK 再来 他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其他物在没有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可以不救雷曼兄弟 可以不救其他的保险公司 美国要不要救自己 再来欧巴马要不要为了自己的人 要救自己 然后其他世界的经济国 如果因为这样 继续慢下去的话 其他经济国会出问题 所以其他工业国已经开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全球会希望 得到一个稳定的情况 再来针对目前的这些问题 可能会再做检讨 稳定全球的金融秩序 一定是全世界各国的首要 一定首要的目标 如果今天蔡英文 有这样子的一个评语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拿出来 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 不要只告诉我们在地经 拿出来告诉我们说 马英九做不到 我蔡英文做得到 但是现在我支持马英九 希望他做得好 漂亮吧 其实我说 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金融风暴 民营党时代也有碰到过 如果在民营党执政的时候 你有什么高见 你有什么高人 秀出来啊 对不对 你看当年我们做得多漂亮 然后呢 你觉得马英九现在做得很糟 很烂 太烂了 那我的团队是什么 我的意见是什么 像他今天讲这些有关股市的东西 拜托 如果是这些财经 有很多财经的频道 他根本没想到 上去讲 人家就把他轰下来了 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完全是空的嘛 而且 我认为你要作为一个总统的候选人 你后面总是要有智库吧 有啊 那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议题 你总是要有一些专家提出给你的意见吧 有啊 智库都进了不分区啦 肖美亭啊 那些郑力军 他们 是是是 所以我不晓得他们有什么样的高见 如果这个高见 就是他的智库提供给他的 也就是他后面的财经末聊团队给他的 那那我们要做什么比较呢 我们要怎么选择吗 这是非常容易好选择的一件事 可是好 如果是蔡英文是这样 我们就觉得说 他这个态度 其实在现在来讲 并不是一个聪明的 或者是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智囊 或者是很好的 一个财经背景的一些的团队 给他一些很好的建议 所以更加暴露他的缺点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讲 执政者就是执政者 马英九 我们能信赖他 他还能够带我们度过这一次的风暴吗 向文杰 蔡英文或者现在的民进党 我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他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对应的政策 你可以说我有谁谁谁 面对到这个问题 我们提出来建议是什么什么 你可以开你的方子 让大家听听看 虽然方子不见得百分之百可行 可是我们是可以摆在一起比较的 这方面其实大家都有一定的专业素养 如果你的方子大家听起来觉得是不错 那大家也一定会给你掌声 但是你并没有提提方子 第二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他不但没有一个正确的 就是说这个要方 同时他也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就是政治态度 这个时候你该有的政治态度 应该不分朝野 一起来安定民心 不但是执政者要信心喊话 在野党也应该要信心喊话 这个时候大家才能够说 你的心胸气度真的不太一样 但是很遗憾 就在过去非常长时间 民进党所累积的那种 畅衰跟落井下石 幸灾乐祸的态度 在每次一有灾难发生的时候 暴露无遗 第一时间那种 即使不是洗上你没烧 但是暗爽在心里面那种感觉 藏都藏不住 这非常非常糟 今天如果你对股市稍微有点了解 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当年林权的信心喊话 林权当年做的是对的 今天政府的相关的官员 不管是彭怀南等等 出来做信心喊话 他们做的也是对的 这个是你作为一个政府部门 你从一个财经产业政策 你不要去干预股市 可是股市会引发的财经跟财经 财经跟经济方面的风险 你就要开始做预防 蛮有要做的是这一部分 任何一个政府 就算蔡英文上来之后 我也希望你只做后面这一部分 而不是故意装着自己很厉害 说我把钱都砸进去 我们跟外资拼了 你神经病吗 今天台湾的市场开放到这样的地步 人家动不动 每天都是几百亿的卖 你就把钱去把人家丢掉的东西 通通在高达把它接下来吗 哪有这样子 其实因为这个事情 会拉到后面 后面是一个整体的复杂情绪 包含物价包含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马英九责无旁贷 然后人民在这个时候 也不会说 除非你真的是很强的一个队伍出来 而且不可能去换掉 所以这个时候去谈这个没用 但是呢 因为蔡英文实在是民进党党龄 太浅了 我要跟她讲 我们那个曾经认识的一个 非常穷的 一辈子也没断到什么钱的 施明德前主席 在97金融风暴的时候 他是掏自己的钱买股票 所以蔡英文这么有钱 你在做的事情 要学学中教授 我觉得她的信心喊话更好 蔡英文是买债券的啦 她买很多债券 不过这个都没有关系 我只觉得说 你作为一个有心角逐大位的人 你对于一个国家体制的宏观性的思考 这个时候你要出来 那看到我站了高度的时候 我看到的景象是一个怎么样的景象 而不是单纯用很空的话语 这些话语真的是坐文比比赛 你如果民进党今天在当下 如果你还敢说 我如果当选之后 我要检讨跟大陆的经贸关系 我保证你股市再跌一千点 不会 你觉得最后那个引擎 他会有当选的可能性 所以嘛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上来之后 我要把那个引擎也把它关掉 你有本事你讲讲看 我觉得那个风凉话 而且毫无善神那种风凉话 讲多了之后对民进党伤害更大 我觉得现在小英 大家都说他是非典型的民进党 其实现在看起来 如果在921那样子的一个灾当中 连陈水扁都可以说 我们休战一个月 那小英 他应该才是非典型的民进党 那个才是真正的民进党 原先会有的作为 他现在的做法 反而是落井下石 不是民进党的作为 我们待会回来